过去两个多月,修理风波席卷香港,不少青年选择走上街头表达诉求。 有些激进的年轻人将国旗扔入海里,将国会吐悟,年仅12岁的青少年参与违法暴乱事件被捕。 这一切让整个香港社会反思,青年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。 日前,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彪中学校长黄景良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, 香港部分青年参与示威及做出激进暴力行为,和香港现阶段的教育制度有关。 教育问题主要出在通识科,通识科存在中国现代史教育的薄弱,教材内容的偏颇, 师资培训的不足,政府把关的缺位等一系列问题。 针对个别学生组织提出开学后罢课,黄景良坚决反对并呼吁不要让任何政治目的临驾于教育, 不要让校园沦为政治觉立场。 他认为,由于无需送审,通识科教材内容的编写没有限制, 这就害了不少学生,很容易被教材误导,令他们无法全面认识和了解国家。 由于通识科的教材呢,现在的制度它是不用送审, 也就是说,这些教材不用教育级来审批的,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教材的这种的质量,这种的内容, 没有教育级的把关。 那这个呢,就导致学校里面在运用这些教材的时候呢, 可能呢,就会因为老师个人的一些的立场, 或者一些政治对一些政见的不同的看法, 他们在运用上面呢,可能就没有一个确保。 黄锦良说,香港回归后,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缺陷, 中国历史课一直没有成为必修课, 学生了解国情只能通过通识科。 虽然开科的初衷是好的,能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,提升思辨能力, 但已经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引入教材, 采用偏颇的观点表述内地政治和司法体制, 甚至将这些题目纳入考试范围, 令学生对内地失去信心。 这是促使他们参与反修例示威的原因之一。 现代中国这个单元里面, 其中会有讲到了我们的外交,中国外交。 这个中国外交的介绍里面, 在这些偏颇的教材里面, 就把我们国家的发展这种外交, 就是进行了一种的偏颇的说法, 就是一种中国威胁论, 也就是所有的外交,所有的精队, 其实都是负面的, 都是为了向外扩张。 黄景良认为,要改变现状, 应从多个方面去改变。 首先要把通识课的教材内容系统化, 统一化, 特区政府教育局必须要审批教材。 其次,要加强教师师资培训,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师, 应该有国家情怀, 这样才能更好的教育下一代。 作为教育工作者, 本来应该就是应该对自己的国家, 要有一份的情怀, 要有一种国家观念。 对准教师, 对老师的培训里面, 我们也觉得应该是, 首先要加强老师对国情的认识, 提升国家观念。 从而来到了学校, 对学生来说, 我们也非常地认同就是要加强香港的教育 跟内地教育的交流。 黄简良也认为, 因加强香港师生和内地师生的交流, 这样取得的效果会很好。 他希望学生能多去内地看看国家发展, 亲身体验。 我们组织每一年都有同学老师到姐妹学校去交流, 尤其我自己选择的是比较内陆的, 比如贵州的, 或者是到长春, 到贵阳, 在内陆地方去了解。 因为这些地方反而是更加能够体现我们的国情。 我们的同学老师去了之后, 都非常的正面。 有的同学他已经跟内地的同学交换了微信, 回来之后还进行了大家互相的交流的沟通。 黄简良希望告诉那些正在街头示威的香港青年, 机会是有的, 要靠自己去把握, 而不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祸团体利用, 去做无谓的牺牲, 断送自己的前途。 他希望这些青年理性理智地看待修理风波, 停止暴力行为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